Hello朋友们我是云飞 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英特尔的工厂 他们现在就在这里面生产18A工艺的芯片 这是在亚里桑那州的工厂 那今天我是需要去看一下英特尔到底工厂里面芯片是怎么造出来 你们可能看不到 但是我可以看到 我待会给你们形容一下好了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特殊的陪伴伴侣 猪王跟我在一块 谁跟你伴侣 我们是英特尔终成战士 我们一起继续手搓芯片吧 走 好 这次英特尔邀请我们来亚里桑那州的凤凰城 参观他们最新的FAB52晶圆厂 这就是接下来英特尔18A工艺芯片生产出来的地方了 我这辈子都还从来没见过EUV光刻机呢 所以这趟真的是给我兴奋坏了 不过工厂里全程是不让拍摄的 所以我也只能给你放一点官方物料看看 整个参观大概花了40分钟 实话说不像我们之前去看封装厂那样 每个步骤都能看得清英楚楚 EUV的均源厂就是什么都是保密的 你就算看了都不知道发生了啥 这台就是整个工厂里最牛逼的EUV光刻机了 实际上里面是怎么工作的呢 我们也都看不到 但是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超级大 因为旁边经过FAB42的DUV光刻机 这个EUV至少大了得有三倍 作为人类目前最高精尖的科技之一 EUV光刻机一台就要价3亿美金 所以这个工厂并不像某些同学想象的那样 有一个很长的产线白满的光刻机 其实方言整个工厂一共就数台最新的光刻机在运行 全部都在这一小片区域里了 我们以后买到的18A工艺的芯片 都是面前这几位造出来的 他们已经日夜不停的试产了3个月芯片了 不过光刻机本体虽然就跟个服务器集群差不多大 但是其实楼上楼下的支撑结构还是挺复杂的 像天花板上挂了可以沉重5吨的支撑梁 维护EUV光刻机的时候就会把外壳用支撑梁举起来 以前的DUV光刻机其实外壳没有那么重 这个工作是可以用天车来做的 而EUV就是太大太重了 只能在建厂的时候都预买好这些维护框架 与此同时 每台EUV光刻机的下面一层楼 整个楼层都是供电供气和供化学原料的支持设备 就服务楼上的这台光刻机 包括在Fib厂房的左邻右舍 还有大量的供电 水处理 化学处理厂 实际上光刻机就占这么一丁点地方 但是用于支撑它们运作的设备 才是整个园区占地的大头啊 好 那么我跟猪王刚刚已经看完了 这边的18A的最先进的Fib了 这个非常牛逼 天上的运输轨道我觉得还是顺利的好 那个小车还是很有意思的 速度又快又安静 效率是非常高的 怎么说你的把芯片偷出来的计划有没有实现啊 我已经把这个图纸全部记在脑子里了 一会儿我回去就把它画出来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最新的国产的18A的工夫 好的 我就期待一下这个猪王18A的产线 我们笔八18A的工艺马上就要来了 我以后找你定制芯片 没问题 敬请期待 帮我造一张RTX8090 其实这一次参观晶圆场呢 只是形成的一环 我们参观完的第二天 英特尔才图穷避现 要来聊一下即将推出的下一代笔记门处理器Panzer Lake 和新一代的智强服务器芯片Clearwater Forest了 这两位就是率先用上了自家18A工艺的新品了 那么英特尔之所以要大费周章地给我们展示18A工艺是怎么造的 自然就是因为这代工艺制程改进非常大了 18A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改进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GAA 英特尔叫做RibbonFet 过去这十几年里几乎所有先进晶芯片用的都是FinFet工艺 这个Fin就是鱼鳍 晶体管的勾道像一块竖起来的鳍片 而三级就像一只U型的手臂 三面包夹这块鳍片 相比以前的平面晶体管 FinFet可以更好控制电流 不容易漏电 也能在更小的尺寸下保持性能 所以从英特尔的22nm直到英特尔3一直都是用的FinFet 但是当制程继续往下走的时候 FinFet的鳍片就已经太细了 控制电流越来越难 未来就可能又要面临漏电问题了 所以就有了GAA 顾名思义 GAA让山极不再是三面包裹 而是四面全包了 勾道被完全包在山极里接触更充分 这样电流控制就更精准 漏电会更少 更重要的是 GAA把原来的鳍片变成了一层层堆叠的纳米片 每一层都能够独立导电 独立控制 厂商还可以通过增加叠层数量 来灵活调整性能和功耗 这就是FinFet之后的下一代半导体工艺技术了 今年早前的时候 三星已经拿出了3纳米的GAA工艺 用在了最新的猎户座芯片上 而现在英特尔也终于拿出了自家的GAA 叫做RibbonFet 用在18A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很有意思的改建 就是在18A上英特尔用的PowerVR背面供电技术 我们平常的芯片结构是这样的 最底下是晶体管 上面对了好多层金属互联 用来走供电和信号 但是随着工艺越来越先进 这些金属线越来越密 电源线和信号线铺在一起就会变得特别拥挤 不仅容易出现压降 信号走线还得绕路 影响到密度和性能 于是英特尔也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我们干脆就把供电线路全部都搬到晶圆的背面 前面那堆金属层就只负责信号 背面再做金属层专门供电 相当于一个夹汉堡结构 晶体管被夹在中间 上面走信号 下面走供电 这样一来供电路径更短 阻抗更低 而且前面的布线也能腾出空间 能够更高密度地排信号线 根据英特尔的数据 PowerVR能够最高带来10%的密度提升 和最高30%的压降改善 所以RivenFight也就是GNA 是解决晶体管控制问题 而PowerVR是解决供电和布线的瓶颈 这两者结合就是18A工艺主要的提升来源了 到时候等成品上市了 我们也会来看一下它的密度和能效分配改进有多大 除了18A工艺迭代之外 这次英特尔发布的下一代处理器 Pencil Lake本身也有一些值得说到的地方 Pencil Lake作为接下来一年英特尔最重磅的笔记本端新品 可以说是主流笔记本的性能基础 这一次Pencil Lake同样是分为P核、E核和LPE核 P核和E核在一条换行总线上共同组成性能处 共享同一块L3缓存 而另外四个LP核心构成了能效处 四个核心共享L2缓存 并且可以直接访问SLC缓存 这个其实很像ARM处理器的三重级结构 毕竟你们都知道 现在英特尔的E核是相当强大 甚至没有比P核弱太多 按照某些手机厂商的宣传逻辑 英特尔都可以叫做全大核 具体到CPU架构上的改进 这一代更多是以优化为主而非全面设计的新架构 P核的KUGAKOV架构 相比AeroLake和LunaLake使用的LionCov 改进了分支预测能力 提升了TLB容量 以及增加了内存其易消除的能力 目的还是完全发挥出LionCov架构的IPC潜力 毕竟LionCov在架构改进不小的情况下 IPC的提升其实并没有预期来的高 所以KUGAKOV就是来拉满它的上限的 一核跟LP一核升级的Darkmount架构 也是基于前代Skymount发展而来的 Skymount架构去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颗小核 它的同频性能几乎已经持平Zen4和Raptor Cove大核了 而这次的Darkmount就是在Skymount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 包括分支预测能力 动态预取控制 增强微码吞吐能力 以及内存其易消除能力 Darkmount的解码技促 也从原先的20B直流宽度提升至24B 假设我现在要处理8B宽度的指令 每个粗的指令吞吐之前就只有2IPC 现在就是每个粗3IPC了 3个解码器总共9IPC 对于已经非常宽的Darkmount核心来说 像这种单个指令比较长的情况 是可以显著提升运行效率的 其实英特尔前代的Aerolake 就更像是基于Meteor Lake的老思路 塞了个Luner Lake的新CPU进去 因此很多Luner Lake在SoC层面上的创新 都没能用在Aerolake上 比如Luner Lake甚至直接沿用了Meteor Lake的Luner Lake 而且它的Luner Lake真的就和ARM的A5XX一样 除了省电以外什么用都没有 甚至于应用程序都没法直接调用的 和Luner Lake里的Luner Lake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如今到了Panther Lake上 这些来自Luner Lake的创新才真正下放给了主流平台 你要知道Aerolake的很多问题都是来自核外Ncore的部分 再好的核心如果没有好的SoC设计也一样是发挥不出性能和能效的 Panther Lake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除了CPU以外 Panther Lake的GPU也换上了全新的XE3架构 支持XESS的4倍支撑层 根据规格定位的不同 分为CPU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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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PCIe通道反而要比给独显用的4844版本来的更少 这次的Pancel Lake可以说产品定位是非常清晰的 除了硬件方面的改进 Pancel Lake还引入了Intelligent BIOS Control V3调度方案 这个对核显本的游戏场景会很有帮助 它可以综合性调度CPU和GPU的功耗频率等等 比如之前的核显机型上 经常会出现GPU和CPU抢功耗 还有抢内存耐宽的情况 或者明明GPU瓶颈更严重 CPU却反而用P核跑在高频上浪费掉了大量的功耗预算 在新的调度机制下 只要GPU瓶颈都会优先调用CPU的E核来跑游戏 并且把频率动态控制在了合理范围 可以显著改善抢功耗的问题 从这个对比看得出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此外Pancel Lake在Intell的传统强项 视频编辑码方面也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的核显加入了专门为索尼相机拍摄的XAVCH XAVCHS 还有XAVCHS格式的硬件编辑码能力 用索尼拍视频的朋友们应该是深有感触了 索尼的HVC视频在不做代理的情况下是非常难以流畅剪辑的 Pancel Lake对于索尼格式的硬件编辑码支持 对于我们这种创作者来说还是很有用的 Pancel Lake在制造工艺方面也是挺有意思的 三款芯片的CPU计算核心全部都是18A工艺 但IoTile全部都是台积电N6做的 4XE的GPU用的是英特尔3而12XE的GPU用的是台积电N3E 这就是传说中的预知优 拼好优吗? 除了笔记本Pancel Lake之外 英特尔这次也带来了新一代的智强6家Clearwater Forest 我觉得很可能会成为英特尔在服务系领域的翻身之作 通过全小核设计 英特尔给我们带来了一颗288核的多核怪物 然后你要知道英特尔现在的Darkmont小核已经不比大核差多少了 所以我就很期待它与隔壁EPIC的性能对决 这个新智强之所以能塞这么多核 要感谢新的封装工艺上的创新 它用的是英特尔最先进的Folver's Direct 3D封装 把CPU完全给模块化了 先是用英特尔7工艺做了IoTile铺在了最两侧 然后用英特尔3工艺做了几个Active Base Tile 不仅作为CPU核心的基板 里面也包含了576Mbps的缓存跟内存控制器 放在了芯片中间用e-map连接起来 最上层在叠上18A工艺做的288个CPU计算核心 你没听错 这玩意儿的CPU和缓存分除上下两个芯片 通过3D封装连接起来 这比隔壁的X3D还离谱了 整个CPU简直就跟拼乐高似的天马行空 英特尔甚至还送了我们一盒乐高 来形象地讲明这个新CPU的酷炫封装 在现场英特尔也展示了Pencil Lake和Clearwater Forest的实物 甚至还有18A的晶圆 我也就这样成功上手体验到了下一代的CPU芯片 现场也跑了一些demo 比如日常办公的功耗对比 视频会议加上网页开视频 再加上Office三件套 Pencil Lake和Luna Lake都会优先调用LPE核 不像Aerolake那样调用高性能核 最终Pencil Lake的整机功耗是可以做到Luna Lake相当的水平的 比起Aerolake要低不少 另外现场也有XESS4倍增生层的demo 这个是跑在12XE核显上的新游戏Penciler 1080P质量党XESS最高画质 开4倍增生层能跑到200多帧还是挺酸爽的 我这次的工厂之行得到的干货还是挺多的 英特尔现在是非常愿意给我们展示一些技术上的细节 可惜这个晶圆场里的画面是没法拍给大家看了 但是没关系我和猪王已经肉眼扫描下来整个晶圆场了 回头就给大家手搓一台AOV光客机 做一个最地道的芯片 新鲜 哎哎哎 至于Pencil Lake的话呢 我的理解就是一个极大成之作 把Luna Lake的低功耗精神结合更先进的工艺制程 引入到各种价位段各种性能段的产品里 我估计更多的消息就要等到明年出CES的时候了 你就期待一下各家的新品好了 喜欢这视频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关注 这里是极宽 我是云飞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